大家好,我是Nightzer 今天我們來開車 今天我們來說一個遊戲叫愛上火車 從20年買了這遊戲之後我就一直很喜歡 陪伴了我異性無法出門的時期 FreeStation已經算了玩了大概70個小時吧 說真的其實還沒玩完 所以我就決定就此補劇情的機會 跟大家好好介紹這一部Galgan的神作 那馬上開始 啊不是 哈薩 這條影片可能比較長 建議大家拉死研究來到自己想看的地方 愛上火車是個R18的文字冒險遊戲 也有人俗稱為Galgan 這遊戲是由Galgan的會社Luz akaLoss製作的 由Hikari Phil來當漢快的工作 早在2016年就已經出了 18年出了為人熟悉的ProStation 而20年出了追蹤作Last Run 這遊戲有分超級多章節 全部玩完要超過80個小時 ProStation裡面有共通線 主角攻略線 86、波萊特以及Hikki 而Last Run除了上述以外 還有配角線 西神、Makula、26 還有真臉童的Lena 一打二的支援森美 總級線 以及中國線 可以在Steam那邊找到 有時候會打折 不過本體上是不貴的 共通路線 做了介紹背景的故事 所以沒有玩過 聽著其實也沒有什麼關係 這是一個與現實相似的世界 自從火車開始在軌道上拼磁以後 一個蘿莉大小的東西陰陰而現 那就是鐵路人樓 Rerudor 他們是擁有人類特徵的人樓 沒錯 有溫度有類似 有知性還會臉紅 還有一個無法修復的生理系統 在遇到戀愛之後才會起動 懂得都懂 他們只有一個人物 就是駕駛列車帶領工業的革命 可是自從一個叫空營機的東西出來 鐵路遭到取代 開始了在故事線中 提了幾百萬次大飛行時代 那什麼是大飛行時代呢 而今天的這要配合到 時代末期 8620列車出現了大事故 我們的男主雙鐵的家庭死剩他一個 從此對鐵路心生恐懼 事故中死的妹妹鹿子 也經常出現在夢裡面 成了故事中煩惱不行的角色 但是我不喜歡他 8620列倫偶86也就此沉睡 若乾淨以後 雙鐵熊立國大學的回老家御一夜 致力於反對空營機工廠進駐當地 反對的原因是水質如染 不過工廠說自己會過濾 可是大家都不信 阿懂了都懂 在機緣巧合喚醒86以後 又機緣巧合的碰到當車長 鐵路公司會長以及市長的波萊特 以及從預進化成胸控的提起 就此他們決定修復8620 以發展旅遊業來取代建廠 成就育業 故事意外的認真 而且很硬核 在修復8620之後 計畫正式展開 雙鐵將選擇故事線 以不同的方向發展 也就是在遊戲中 差不多唯一的選擇 86線會集中於專心搞鐵路 波萊特線會集中於搞正直 而Hiki線就會集中於潤石小鎮 這東西還有動畫畫 基本上與人就沒有任何的關聯 86Lena這兩個主角 在直接扁成了客串 是泡麵飯 可以當茶餘飯後換個短片用 聽說還有第二季鬼在今年出場 不過不嫌小不到人的消息 不意外 原作那家公司都沒了 沒錯倒了 所以遊戲相關的資訊 聊到HikariFu那邊看 86線在我眼中是正攻的故事 也是故事的主線 他們把8620改裝成BBQ列車 這能有什麼問題呢? 無煙瘴氣 所以這車輛被迫改成沒有空調 然後他們覺得很滿意 好吧這個世界沒有傳承的話 可是8620不給力 支撐結構的車價彎了 隨時出意外 財運行沒幾天就要退役 86當時並不知道雙鐵小時候的事故 知道自己是傷人鬆手以後 一個日子跑了出去 最後兩人解開的心結也就是相戀 最後經歷一段正式障礙R戰以後 8620終於收好了 一行人繼續探索鐵路人線 也就是誕生整個遊戲最閃的場景 之後與雙鐵跨過當初無法靠野的橋之後 每天每夜脫毛的路子終於下車了 而兩人當著全部人面前的囚困 送了大家整輛火車的酒量 改了個名字叫叔叔 雖然之後沒幾次叫過 可能晚上都叫過 下半部分是奧利威的劇情 一天震上來一個來自米坎鐵路的鐵路人偶 是美國產的9號機車人偶奧利威 一開始他被誤認為是被橘子鐵路拋棄 因此很難刪除 不過之後漸漸融入新生活 這短暫的新生活 他負責巡献也就是鐵路維護 保障行身安全 不過在入隊之初就開始受疾病之苦 因為聯機老賣加上自身地位是量產品 質量抗憂 其身體一天一天的變熱 但為了能盡自己一份責任 套路常參與巡献工作 雙零一行人則是積極在找延續奧利威生命的方式 可惜也是因為向來人偶被當作物品 延續生命的機會已經很渺茫了 直到找到傷萬技術之前 只能眼睜睜地看他離去 時間過去 奧利威斯不知道自己時日無多 便開始頻繁地參與巡献工作 甚至隱瞞了自己日一嚴重的病情 最後他在雪中倒下 身體迅速變冷 巴六衝進奧利威的意識 忍著巨痛成功叫醒了他 最後在他的指揮之下 在火山爆發後的第二天便勝利通車 最後在路爾島前往八代的特儀式上 奧利威給大家展示了他心目中 世界第一的王分 日落向著生命的離去 在一句Goodbye my master以後 閉上眼睛 無論冰鎬抄擊多少次煤炭 奧利威最喜歡的聲音 也無法阻止漸漸被寒風奪走的溫度 以及生命 不過八點線還是有個Happy Ending的 T恤人偶何成功讓奧利威重生 分別擁有與中方以及前組人第一的小玉 以及擁有與主角們第一的旺 沒錯 兩個 最後在櫻花飄落下 他回家了 波萊特縣 波萊特縣下半部分說雙鐵進入政治 首先來個公款約會 然後再來個公款約會 戴著秦人柔花園以後 想要讓遊客挖美柔丟進火車 鐵仔 放心 這離譜的計劃活了被Modify 成主體樂園 不過還是有益懶子問題 所以 再來個公款約會吧 一加三同的那種 是呀,那麽鐵是父親 Polette是母親 之後獲得多方的支持 卻因此暴露自身最脆弱的地方 最後因為過勞而倒下 之後在雙鐵的治療之下 成功脫離無人市長的輪迴 讓這個計劃得以成功運行 就這樣寓意也恢復了和平 故事也就此結束 相部分是比較像是偏向after線的 這隊生了一個女兒 女兒跟妮奶很像 遠看就是雙胞胎 還去了旅行 那就完了 Hiki線 Hiki一開始變猛烈的進攻 然後讓雙鐵叫他做8620的思路 也就是慘美的 Kekaku Sa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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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ni Sado Sado 當然這隻撒嬌而已 雙鐵還是個天然人 他們找到客運列車可以載人了 不過在試乘活動上失了事 家鄉在議會上也出了事 波萊特要辭退市長一職 頓時小鎮虛勢領導人 Hiki必須做出回應 所以當市長吧 因為夜真的沒有人才 兩個學生真的當市長 贏了之後 雙鐵向Hiki求婚 德國胡柯請右轉下載R18補丁 而不對了他們沒有選人關係 後半段也是就after線 五年後 雙鐵跟Hiki成了每天撒骨粮的神奇CP 為了收集觀光餐車的靈感 他們又學了熱魁 YOU 是探索大飛線時代的遺產 他們拜訪了美酒路的D51-10312 真騎機車 對他的經歷表示同期 女師傅號召清掃工作 在行中找到了參車的設計靈感 同時一個以D51-1032為基礎的真騎汽車旅館 在多兩部建成了 美酒路找到了雙鐵以及86來表達謝意 美酒路也得以跟崇敬已久的86上街市 觀光餐車的手法也十分成功 最後在求婚五年以後 兩人終於結婚了 可惜呵呵啊 說真的 所有故事線裡面 這樣的復興方式最合理的 總極限的是 我全都要在群人的所有人意見之後 九星計劃就此展開 作為宣推人物線 其實我沒有什麼感覺了 之後是中國線 這線很明顯是粉絲向的 中國粉絲向的 雙鐵一席人來到中國這個地方 沒錯要改名喔 玩這遊戲的都是由自備翻譯器 有北勤、西安、七陵、聖都、昆明、夏問、南勤、蘇州、廣州和哈爾濱 飛機上的空姐更是來自香港的 突然覺得如果香港有鐵路人偶化 他應該會這樣子說 側遠了 這中國線幾乎完美的呈現三次人的場景 包括地鐵站讓安檢啊 到處都不能拍照啊 路邊攤可以衛星支付啊 火車上的人很八卦啊 上網要vpn要爆了進去啊 還有今天沒有廣告喔 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也有 就是舊舍牢房加死板字體的招牌 加三輪車滿天飛的小鎮 以及三國使、文學、熊貓 這些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 86在這場線裡面的連齡 終於體型匹配了 吃的東西 從我們的家常麵飯到地方小吃都有 不像那種沒看喔 既然是愛上火車 當然有戀愛人數啊 還是很典型的那種 我怕歪同仁怕得不懂歪 只是換成人偶與人類相愛而已 尤其86說 我是人偶我不懂改情呢 86線的字體表示 總之恭喜西瓜有另一半可喜可賀 吐槽一下雖然拿到中國了 但除了小火車上面的19號以外 沒人會躲雨 西瓜假扮的國語 真的很破壞氣氛啊 謝謝媽媽 你聽我介紹蝙蝠的知道我最喜歡拿到護士線 那這是86的 為什麼呢 是因為布萊特跟Hiki其實有一定感性基礎 波萊特以及雙鐵是成年人 電波對著上 感情升溫的速度非常快 真的很快喔 還沒有進角色線 我覺得已經推了一半了 然後角色線的第一張就是約會了 Hiki更是不用說 是兄妹的關係 感情基礎很紮實 而且她還是個胸控 變身故事線比較偏向於 而單純是解析任何問題 而不是培養感情 甚至後來我覺得結婚根本就不是堆感性而來的 而是計劃好 在父親8620之後我們就結婚了吧 這樣子的 而86就不同了 她與雙鐵本身都隔著一道高牆 一道名為事故的高牆 所以你要是打破了這道高牆 兩人才能走在一起 而在父親產業的同時 也在修補廣了傷痕 而在這過程之中 雙方就此起了愛戀 86不再內住於那場事故 而雙鐵與鹿子也走出了無限的輪迴 最後兩人的鐵鬼連上寫下永遠的落言 那段長五分鐘的求婚場景 是句句都有重量的 公道的說以甜度來消息 大家都不想像下啦 還有這故事有大量伏筆 讓故事更加好看 例如這 早在公通11章就問及到 這個鐵路人偶生命的問題 雙方鐵對人偶生命的立場 早在last run那邊都表了出來的 而最後他成功讓奧利偉帶著笑容離開 而86前的第28章 奧利偉就說過他希望能看到櫻花 因為到時一切都會變好 而最後帶著櫻花飄落的季節回來 第一次玩的時候可能感覺不太大 可是我為了這影片而重追之劇情的時候 才發現如此嚴謹的故事線 完全不會覺得奇怪 是可以從頭順到尾的 一部R12的Gale Game 很老實說 只有你倫路可以 X畫面夠好用的話 那其實故事一般都已經說過了 不過寫劇門的進行砲 明顯不想淪為普通 這遊戲有個很特別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到許多黃色字 然後這些專用名詞 會有一個字典來供搜尋 還會在故事裡面 以簡介冰島的方式 來介紹一些重要詞的意思 對鐵路一竅不通的我有很大的幫助 而且基本看不懂 也不會誤解故事情節 說到人物 本作男主值得給一個讚 本作沒有用Gale Game常用的代入型 而是有男主的樣子 有配音 其人設也做得很好 本身中的名校為了保護故鄉而依然休學 語言交流的時候也很會閱讀空氣 從不把自己的想法相信附在別人身上 而是很尊重別人的選擇 是情商、智商都很高的人 夫心鐵路逼於是 滾床當逼於是 我是比較喜歡這種風格的遊戲啦 不過這就很見仁見智 然後是音瑞 這遊戲音樂十分好聽 不知道為什麼這連投Gale Game的音樂都越來越恐怖 第一名當然是86第十二章的那段閃光彈 鋼琴所彈出的三拍子節奏非常地應景 這是一個金屬兩人都不愧 兩人相眼的節奏碰在一起 在這迎接在大正世界的改善出戰 做出王昏最北的場景 個人覺得86的CV同古華是唱得最好的 包括 中瑞也是 中瑞是很難跟西瑞碰在一起的 不過這遊戲拿獵的還可以 大家聽一下 不好的地方也有 最迷信的就是遊玩時間過長了 之前疫情的時候完了就不覺得 可是現在追回劇情的時候就發現很拖了 所以我是先錄下 事後再跳著追的 因為在推劇情的同時 跨很大蝙蝠的在揭曉鐵路的更有術語 雖然表面上能讓千萬元知道是什麼意思 不過我覺得會讓這反而故事過於認真 我平常是校戰很多 所以我用校戰當比喻吧 就像今天我要解釋戰車道的機會判定 從直接說 黑身旺戰車能夠幾次擊毀我們 變成這些效率們開始說 穿甲彈的種類 對應距離的穿甲力 穿甲質量 對車關出的影響等等 然後裡外我去搞了個半夸時間 愛上火車給我就是這樣子的感覺 當然我知道這件事的稿是因為寫劇本的經濟報老師 想展示鐵路從表面的行駛到後勤工作的每一款 才怪劇情搞得那麼隱和 聯想上面的GailGail裡面的遊戲要表示 這件是玩政治的 因為政府參與也是發展鐵路的重要一款 這保住了故事的貼地戲 卻導致很吃電波了 如果你時間以銀行存款長期吃的話 你可以買遊戲 然後左轉到B站那邊兩倍速來速通紀錄檔 與許多日本的動漫遊戲那樣 這作品也能勝地尋利 玉夜市的人形是熊本線的人機市 裡面的車站店鋪裡的樣子 基本上與現實一致 包括那個十字機車庫 為何漂流 刺警阿豬神社等等 不過愛上火車的人氣不算大 即便是全身的2019年也很低調 今天還剩什麼我真的不知道 由於夜市的聖誕星的人形 已經因為地震而毀掉 不過我們的世界還有鐵路 連接到人機市那邊 JR肥沙線可以連到當地 遊戲中死對頭的 Ohata方向的斜坡也有 還有8620型的真騎機車在當地運行 不過原說中的8620機車 現在就放在東京都的青梅鐵路公園 而人機是運行的是同行機車 叫58654 叫做SL人機 AKA無線列車 而SL指的是Steam Locomotives 正氣機車 可是在2001位球魔穿水災 SL人機被迫改到 現在已經不會經過人機了 現在每週六以及週日會運行 有錢有錢的可以去體驗一下 在買草見草的真騎機車 因為58654本人 將會在20年推移 迎來自己的last run 出現在Hiki線裡面的 D511031的原型 是D511032 存放在Town Branding的延下博物館 因為該地的氣候導致身受嚴重 而靜態保存的386596 原型是48696 與遊戲一樣是放在Town Branding裡面的 而中國的觀眾就有福了 中國線裡面的八岩鐵路 原型是位於四川建圍的嘉洋小火車 遊戲裡面所有場景都直接按現實劃上去的 是中國小數可以勝地尋一個地方 當然也不會在19號機車那邊發現一個白毛人 說到那麼久 大家還記得這些R18遊戲嗎? R18方面與其他Galgin一致 是C地圖配陰鬼 C分廢垮三分洞 此機一道百想三遍 與其他不同的是 R18的劇情是獨立的 家子一算R18的劇情 每個人不五到八張 用完也要十多個小時 作為被劇情吸引到的人 其實我們沒有推完這個R18了 所以大家真的沒有必要下台補丁 當成有殺必死的故事就可以了 用得到的都是勇者 逃避FBI追捕的勇者 雖然Galgin的時間好像這樣就是了 而不是 86在1914年3月8日出場也就說 他快120歲了 不過真的有同 這位如果剪輯找到就放上去吧 題外話一下 去年6月這個遊戲曾經 跟一個叫迷霧烈蛇少女合作 直到打稿當天複口活動還在進行中 遊戲裡沒有X劇情的奧利維 這裡也有了 可是那個X劇情呢 反正我是看不下去的 對 迷霧烈蛇少女也是個R18遊戲 還有吐槽一下 奧利維的攻擊方式是什麼呢? 是拿著尋現那個稿子 讓我戳下去 什麼? 在做X劇情歷史影片之前 我第一條自製的影片 就是說這個遊戲的 當時我沒有技術沒有定位 什麼都沒有 零用鮭魚影都要利過丟 所以現在已經在我的黑歷史中了 你是找不到的 所以一直以來我很想重做這條影片 我也預期不會有很多人想看這條影片的 長話短說就是寫給我自己的 也希望你們能夠喜歡這條影片 那今天的影片到此結束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歡迎按讚、留言、留言、頻道 我們下次見 拜拜